大家好,我是Hebe 今天找長威 因為有個朋友阿仁介紹我來長威買一條漂亮的線 最重要是通透 應該就是這裡 是不是長威呢? 麻煩你 麻煩你 喂! 什麼事? 是不是長威? 阿仁介紹來想買一條線的 蛤? 現在還有人買線的嗎? 過來坐吧 剛剛才脫掉線 打算不用用線的 我想買一條千多元的肚炮線 肚炮線就不用了 介紹而已 二千多元的Wi-Fi喇叭 抵對十多萬歐洲貨 是嗎? 當然了,試試它吧 人聲浮出來 真的好很多 玩夠一對 兩個字通透 是誰 是誰 對呀 真的很通透 對呀 人聲浮出來了 行吧 大家好 大家都知道 之前我在這個 返歸市的Dental Home Wi-Fi 喇叭時 亦有跟大家說說 我會邀請Hebe 一起玩這個 Dental Home Wi-Fi 喇叭的 Hebe 多謝你 多謝你 多謝你找我一場玩 這個是非常之榮幸的一件事 對我們來說 說這些 真的 因為我小時候都會看你的 而且我很喜歡看你的影片 會介紹一下場景 而且有很多是大家的回憶 對 但我喜歡看電影 這個是事實 而且有很多朋友都知道我喜歡打機 其實我很大部分接觸音響的知識 都是因為以前打機 之後我開始追到Headset Headset又不夠追到Headphone Headset又追到Headset 然後到現在又會真藍牙無性耳機 對呀 甚麼都玩 所以 我們這次的Wi-Fi喇叭的大挑戰 讓你回歸玩 就一定要預理 入門而已 真的要說清楚 高手們有錯請指教 對呀 所以這兩千多元 可以看到十幾萬元的歐洲貨 大家心中有數 對白來的 對白來的 沒錯 說回你聽歌的習慣 平時會用甚麼喇叭來聽歌 我最初是用HomePod 之後就開始有Soundbar 我覺得放在電視機前面 這件事又好自由再出一點 有些低音 有些震撼的感覺 對呀 地方小 大家待會看到 也算是常算OK 但有了這個Home150之後 其實你有多了很多的 在空間上 多了很多的處理的方法 對 譬如放在梳化後面 對呀 梳化旁邊 除了電視機旁邊 當然很多人都會這樣放 但是會出另一樣東西給你 沒錯 有很多的朋友 可能會傳訪放一塊 聽就放一塊 聽就放一塊 聽就未必放在電視側巾 這件事其實就是它的彈性位 你可以在App上 其實就抽一下抽一下 你就可以將它連接 你將它拆開它 每一隻喇叭聽到自己的歌 這就是它的方便性 你玩了之後 你覺得App難用嗎 挺容易上手的 玩完一隻之後 你覺得它的音式 跟你之前玩的HomePod 你覺得那個分別是怎樣 差很遠 土炮貨和歐洲貨 不要這麼說 HomePod也有些材料 有 我覺得入門 有些Dimension的話 真的要出動一點 即是一些傳統一點的音響品牌 是的 說傳統的音響品牌 天龍這個品牌 其實你本身是否認識 大家可能都沒想過 我不是在音響上 我是在電台的CD player 後來就有數碼 全部打開螢幕 歌就會出來了 即是卡拉OK 是的 按 然後它的歌就會播出 那麼方便 但以前我入行時也是 我有一隻CD 有鮮套 放在CD套上 一個Case 加上膠 放進去 插進去 接著電腦就按下 就是這個牌子 我最初認識電台的音響 喇叭都是用這個牌子 工程部同時都說 這個牌子的CD播放器 以及它的音響 公司選擇的原因是很可靠 因為我們不能出賽 因為一出賽 例如食碟 挑釁 都是拉 是的 所有東西都會很嚴重 但它給我們的感覺 就是穩定性很高 還有我在電台 譬如聽的喇叭 我自己對它的印象就是中低音 實正 打心咬 這個都是天龍的性格 這樣的 真的 很好玩 是的 如果你說將 譬如我以往認知的東西 縮小 縮小到這麼小 即是Home 150 行不行 在我的工作環境中 我覺得百人二百尺 一個小小的Studio 是完全發揮得臨尼盡致 臨尼盡致 很想聽聽你 在Studio玩這隊的150是怎樣 不如你立即拿去玩吧 立即去 其實都算很簡單 整個設置 只是用App 然後就可以連接兩隻喇叭 要1x1 先連一隻 再連另外一隻Home 150 整個過程都很快 我自己就真的沒試過 用Wi-Fi Speaker 一對 即是一對的 即是一對的設定 試試看 剛才呢 我這麼危險 我想不用了 是不是呀 說了準時送你回家了 不要走 一直以來都是用Soundbar 如果真的一對的Speaker 即是Wi-Fi Speaker 真的沒試過 因為一對就會有立體聲效果 所以出來的感覺很好 我覺得他們的中低音 都是很出色的 我作為我這些入門級 想追求一下小許音響的樂趣的話 Home 150 會是一個好的選擇 即使一對就更加之正 這個不用說了 而我用Soundbar的時候 平時放在電視機中間 就會有時遮蓋了一些字幕 字幕就會遮蓋了 你現在看我自己的影片 就會遮蓋了字幕 有時就會很不爽 剛才在過程中 我試了別聽歌 真的用一隻Soundbar 和一對的Wi-Fi Speaker 去做比較的時候 真的有一個很大分別 因為立體聲就是 因為有一對 有左右出來的時候 和你按一隻Soundbar 把聲音丟出來 我覺得自己也有少許 也不是少許 也有幾大分別 滿意 我入門級而已 入門級而已 好 玩完一對 聽到他都覺得很juicy 但有些東西都可以補充一下 我把喇叭放在電視機旁邊 因為拍攝方面 拍攝也好看 因為我自己的電視機櫃比較小 沒有你們這裏那麼大 所以真的有些 放在電視機面前 有少許遮蓋了畫面 沒有辦法 我唯有努力點工作 再換大這個Studio 要用音響是這樣 是要努力 努力點工作之外 大家記得訂閱頻道之外 加入做會員 這次很重要 看你們了 但是我都覺得如果他不是放在電視機前面 真的放在梳化旁邊 或者你坐的位置的後面 前面再加東西的話 我覺得這件事真的發揮到淋漓盡 至可以說是無邪可擊的 真是不得了 真是 Denon Home 其實是整個系統 現在玩這一個150 一對150 其實是可以 用Heos的App 來把所有的喇叭 拉成一個系統 最簡單的 如果有多一條的550 Soundbar 再加上這一個一對150 其實就已經三隻喇叭 做到一個全景星的家庭影院 所以今天就要上來試 Soundbar 我想看這件事究竟是怎樣 對啦 我這件事真的要 沒辦法了 Hebi 現在我們就在我們的Studio 平常是這個Wall區區 通常都是試試Soundbar 有一點點模擬大家家庭的狀態 前面這裡我放了一隻Denon Home 的550 就是一條Atmos 的 Soundbar 基本上一條已經可以做到全景星的效果 當然 它可以把其他Denon Home 的喇叭 例如剛才我們玩的那兩隻150 這裡就左右 就好像剛才所說 在梳化兩邊放了兩隻150 現在這裡就很簡單地 三箭頭就已經做了一個全景星的影院 但是當然還有少少東西要做的 先把所有的喇叭就丟在一起 但現在丟在一起的狀態 就是一個叫做Party Mode 即是大家聽同一首歌 沒有任何全景星的東西 我們就可以找回MyDevice 主配件是30050 先把主配件放進去 進去之後我們就有一個設置支援 我要把150的喇叭 交給它 我就說選擇Surround Surround之後我們選擇Wireless Speaker 下一部 它就會看到有兩隻是適合做的 它現在問你 Left 這一隻究竟放在哪 Left 這一隻就是150 B 我剛才應該是好分一點 就放在做B 之後就自然問另外一隻 Left 在哪 那就另外一隻 之後它就會將它 形成一個家庭影院的系統 我給你兩部電影給你看看 看看你覺得有聲效如何 試試吧 好 剛剛看了幾部電影 打電話機 設置了一個 全景星家庭影院給你享受 覺得如何 爽啊 因為我未試過 我未試過有這樣的感受 就是前面有三巴 後面有兩隻 是後置的 還有無線的 對 感覺真的很好 後面有聲音在推 然後就是所謂的全景 真的做到那個A1 360度 對 超級回旋的感覺 如果你單一隻三巴 就算你說這隻三巴支支援 出來也不是這個效果 對 所以有隻實體喇叭是爽得多 而且現在這種玩法 只是插電源給他 就可以連得到 的確是一個幾方面的玩法 所以也想找你試 所以你就讀過 我知道你 真的要的 你突然叫我上來 我猜你沒有好東西 所以聽過之後你就知道 原來是這樣玩的 像你所說的 向前邁進多一點 努力一點 那打機呢 你打機多嗎 打機其實通常都是想低音重一點 現在的遊戲 很多時候都是要設計到那些劇情 有下雨 有行雷 那些 那些雨聲打下來的時候 打到地上的聲音 走下來的聲音 你如果是玩到這樣的話 真的可以置入置身的環境 那些雨落地的時候的聲音 在前中後 在你的角色的左與右 是會很清晰的 都聽得到分別 你現在打機就是這樣 我覺得劇情已經不再是現在的遊戲 其實是千天一律 大家都是拿一些視覺效果 和那些音響出來 讓你去置身的環境 讓你投入了環境裡面 去享受那件事 玩的所有遊戲 如果你是趁著這些音響系統 或者一個小型的家庭影院的感覺 這件事是你真的很爽 最棒的 其實是可以讓你慢慢逐個逐個購買 然後你私買了一隻 然後享受著音響 然後玩一對 就玩2channel立體星 然後你就可能家裡有大有勢 想整個小型家庭影院 其實都可以玩得到 我最喜歡 因為現在其實真的無線家庭 所有東西 由打機的部分 無線鍵盤 無線滑船 無線器材 到處走 到處走 如果你放在沙發後面 再放一條線 再放兩條線 再放兩條線 再放在前面 再放在電視機那邊 又要想 但現在不是 其實只是插插掃 插掃 你沙發旁邊有 完成 這個組合來說 你都滿意嗎 滿意 很開心 不得了 整套在你家 喂好啊 我們又來了 我們每個嘉賓 到最後都會大陣送 我覺得我們自己玩 就不爽 你自己說 你自己感覺 你當然是爽 我也感覺不到 Hibi 感覺到之外 亦都想 Hibi 觀眾 你們 都可以感覺到 她的感受 所以 我們今次 Dental Home Wi-Fi 喇叭的 翻歸玩 大挑戰 就預賣你們了 在這條影片的 Info Box 裏面 就會有一條連結 給大家 去判斷 去申請借玩 Dental Home Wi-Fi 喇叭 回家試玩一下 不會是對的 就買回家 好像 小失所說 一隻先 一隻先 逐隻來 第二隻 沒錯 既可以試得到效果 亦都可以簡簡單單 玩到一個不錯的音色 沒錯 今天就非常之開心 請了Hibi 送來我們 多謝你 小小開個漂亮箱 多謝你 Like Hibi 這條影片 以及記得訂閱她的頻道 以及我們POL76的頻道 Like我們POL76的影片 給點留言 記得一起玩這個翻歸玩 記得翻歸玩就是Hibi那邊的頻道 才有 今天就來到這裡 多謝 多謝 多謝各位 下次有機會再和大家玩 下次再見 拜拜